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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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家人 你知道和藝人最密鋪可分的是誰嗎 看似粉絲穿線的職業 又有哪些不為人知的心酸呢 是保姆嗎 藝人的宣傳兼保姆 因為如果他是宣傳 但是他很盡責的話 就會做到像保姆這樣的工作 那一定是女的嗎 不一定 男女都有 可是像我個人 就會比較偏好女性 為什麼 因為像我們譬如說要換衣服啊 常常是需要那個宣傳跟在旁邊 幫忙伺候什麼的 那如果是女性的話 會比較方便一點 說伺候OK 有點太誇張了 就是幫忙... 因為平常囂張慣了 不小心露出馬球 妳常常給人家臉色看嗎 沒有 我算是非常不善的藝人 真的嗎 這樣 肚子餓的時候比較會... 發脾氣 我記得有一次也是一大早要出國 然後就是很餓 然後那時候遇到我們宣傳我就說 去給我買早餐 然後可是...沒有 可是一吃完之後 我就立刻覺得很內疚 然後就熱絡的跟他聊天 想要彌補剛才那個故事 所以下次我如果走進化妝室 看到徐希蒂 我說希蒂 去買早餐給我吃 妳會怎麼樣 妳會大為八角 馬上開記者會說妳壞話 蔡康也有超愛耍大牌的 妳不可以委屈他自己嗎 好啦 也是前輩勉強可以啦 所以妳覺得當保姆 EQ要很高 EQ要...EQ EQ要... 這什麼EQ的好嗎 我的天啊 EQ EQ要非常的高 那我們今天的來賓有兩位 汪建民有保姆嗎 沒有保姆 沒有保姆 可是我算是非常非常好的藝人 怎麼說 對這方面來說 因為我不太需要保姆照顧 對 我所有的事情都自己打點 包括喝東西 那你保姆要幹嘛 我照顧他 是不是因為跟你傳緋聞 沒有...其實保姆比較... 其實要有EQ重點是在處理 兩個劇組之間或者是兩... 其實這個是很討厭的事情 對 我寧可讓他把這個事情 處理好一點 我們今天有三位 就是擔任這個角色的貴賓 到我們現場來 第一位是Simon 我們歡迎Simon 歡迎 Simon 你是誰的保姆 對 5566啦 5566 5566的 R&B啦 眼睛術啦 TOLO 陳喬恩 5566有... 現在目前是四個人嘛 五個 有一個就是... 有一個缺席中 對... 那現在活躍的四個人 誰把外套脫掉之後 你會去接住 應該都會吧 你應該要接四個外套嗎 對啊 我被你說那麼快 沒有啦 通常就是 如果說是比較大型的東西 或怎麼樣 通常都不只一個人在戴啦 那如果戴的藝人很不紅的話 你會不會出去工作的時候 覺得很沒面子 不會啊 你就把它做可能就好了 問這什麼問題 沒有 因為我在想 有些宣傳會有這種感覺啊 譬如說今天戴劉德華的 然後你今天戴一個不紅的 比較好囂張 對 然後兩個人相遇就覺得 你的藝人比較好 可能會有這種比較的情況 可能會這樣嗎 其實不會耶 我們覺得說 不管這個藝人她是新人 還是她現在已經 小有一番成就 我覺得你的心態就是 不管她是誰 我們把它做好 其實我跟余晴常常碰面 因為她常常會帶Energy 上我們節目 她算是非常保護 藝人的一個宣傳 舉個例子 其實有一次Energy 上我們節目 然後因為就聊到 那個健身的事情 然後我就開玩笑說 那可不可以請他們就是 掀一下衣服露腹肌 對 然後當時余晴在腸外 我就看到她很激動這樣 對 然後我就用余光 尿到她的動作 然後就想說 哇 好敬業喔 拖... 這樣跟余晴跳的動作 余晴出來一下 來 這樣嗎 好 還想看這個動作 沒有 就是 有的時候是 藝人屬性的問題 因為他們有一點idol的形象 對啊 就是一定要很大 這樣告訴他們說不行 對 我不喜歡的話千圈這樣 對 比如說Energy 妳們現在有沒有女朋友 真的 沒有... 真的 不行當初也是要走明星路線吧 沒有... 我帶過很多藝人 帶Energy跟帶羅時鋒大哥 妳覺得差別就跟她在跳 就是經驗跟那個成熟度嘛 好 謝謝妳 請回座 我們跟第三位保姆是榮君 王建民曾經是妳的藝人嗎 對 現在還是嗎 她當保姆怎麼樣 她是非常非常認真的一個人 當經紀人對妳來講是什麼 就是可以... 劉德華賺100萬 妳可以抽20萬是這樣嗎 其實我是因為我自己本來是 我是念世心廣電 然後我投入這個行業是因為 我覺得這跟我的... 就是所學 不要浪費所學 比較接近 然後就到唱片公司 然後就跟著藝人這樣子出來 Simon 錢賺得比一般職業多吧 我覺得其實差不多 可不可以抽成 公司的經紀人 獨立經紀人當然是跟藝人談抽成 但公司的經紀人一樣是領薪水 你們是公司的經紀人 你們是領薪水的 是 Simon的牌子 第一個寫著畜生 什麼...什麼意思是畜生 Simon哥是被罵過畜生 被藝人罵過畜生嗎 你有沒有罵過人家畜生 被歌迷啊 你說對宣傳嗎 頂哥就說我肚子很餓啊 之類的 妳為什麼老師講這件事 因為我真的人生 就是比較在乎這件事啊 好丁喔 或者是比如說 怎麼沒有溝通好 不會直接人身攻擊 OK 只會為事情而發脾氣 對... Simon為什麼寫畜生 畜生啊 其實是... 在我們公司啦 我覺得我們公司的員工啊 就是很簡單的道理 女生要當男生用 男生就是當畜生用 男生怎麼當畜生用 可不可以舉一個例子 不會還要背5566上樓梯吧 不用啦 沒有啦 就是因為 我們工作的時間 其實跟一般人都不太一樣 那你在面試的時候 你可能會跟人家講 我們什麼都有嘛 然後上班時間 正常的話是 早上11點到晚上7點半 但沒有一天正常過 就是你拍戲 可能那種凌晨的通告 或是晚上 你可能到三更半夜 都要陪著 你不這樣子 藝人怎麼會信任你 對 那問到不該問的問題 你也會這樣嗎 對 也會 動作也是同樣的關係 沒有 不一定 要看狀況 對 有時候 可能人太多 如果你可能動作 沒辦法那麼誇大的時候 你可能就是在那邊 對... 對 宣傳也常出現這樣的動作 可是只要我訪問的時候 我都把我的來賓的保母宣傳 全部都調到另外一個角落去放好 不准他們走過來 就是我的藝人就... 我訪問的對象 就看不到任何給他們 沒有提示 沒有提示 所以他們要不要回答 他們只能自己判掉 因為我一次上過當以後 發現有一個保母在我背後 一直搖頭一搖頭 我就回過頭去 簡直要轉到180度 就這樣 瞪他 把他給瞪走 然後... 我覺得你封鎖這招很高明 沒有辦法 因為他們一直干涉明星講... 我的節目就知道 他們講不該講的事情 然後他們怎麼可以被指導呢 所以如果他們要封鎖你們呢 我們會想盡辦法 因為通常如果說 我們有兩個選擇 我們一個人在一起 對... 就不要回答蔡康言的問題 這個就比較不太可能 就是說可能一個人好 你只有這樣 我們兩個宣傳帶嘛 一個就轉移注意力 我在這邊 另外一個偷偷溜過去 心機這麼重 沒辦法 我想這就為什麼物流 都很少來上網的節目 對原因 離家五百里 難道也是Simon的痛苦嗎 那不是痛苦啦 是什麼 會講這個就是 之前有一次很好玩 因為我們發訂一張唱片的時候 我們去南部做簽名會 坐完之後我們要回台北 那可能因為藝人也很累 有時候我們坐 不管我們是坐宣傳車 或什麼車下去 有時候你坐長途真的很累 那那時候又很晚 又沒有飛機 那後來藝人就說 好 我們想休息 我說好 我們去坐那個尊龍巴士 我們整個人可以當 很舒服的把你送回台北 整台包下來嗎 對 那我們就 也沒有啦 沒有那麼誇張啦 就是我們坐那一台 因為很晚了 那凌晨也沒什麼人 然後就有歌迷 就真的就... 他也不講喔 你看起來很像正常人 那不像歌迷 就跟著你們上車 然後一路坐... 坐回台北 下車了 我們沒人注意到 他就跟到我們旁邊 我們坐計程車回公司 他也坐計程車跟到公司 他想跟協志 然後協志離開了嘛 坐計程車回家 他就跟著協志回家 然後就想盡辦法 因為那有管理員嘛 他可能是偷偷的 不知道誰走 就假裝跟得好像是他家人一樣 走進去 到他門口去按鈴 很晚 協志要開門 他就說 我可不可以跟你做個朋友 就這樣 好感人喔 好感人 應該是好可怕吧 你也很感人嗎 我以為是 他是在講一個感人的故事 應該是很驚恐吧 很恐怖 因為他就是跟他講說 我可不可以跟你做朋友 那當然藝人會嚇到 他想說請問你是 是小女生嗎 也不小了吧 大概有20歲以上 20歲了 對 你要幹嘛 沒有 我跟你做朋友 為什麼 沒有 我就想跟你做朋友 對啊 那藝人當然我覺得很恐怖 而且就不走喔 怎麼講 講不聽 怎麼辦 就打電話給我 把我挖起來 你去處理啊 是啊 你就殺到協志家 是 我就殺過去啊 然後怎麼辦 我就小姐 你要幹嘛 沒有 我只想跟他做朋友 我說 為什麼他要跟你做朋友 因為我想跟他做朋友啊 我說那 可是現在很晚了 你知道嗎 你住哪裡 我住高雄 我說你這樣家裡人不擔心嘛 你要不要回家休息 這樣會干擾到別人 對啊 然後我就 後來就是我就跟他 好說歹說不聽嘛 我就火大了 我說小姐 你這樣再不走 我要報警 告你妨礙自由 對 對 然後後來才比較擔心 然後就說走 有一次我們簽名會的時候 有一個粉絲送了我一坨大便 這不是禮物 這是羞辱嗎 沒有 可是他覺得 因為我們就是 形式風格比較怪異 算是讚賞 對 算是一種讚賞 是真的大便還是模仿 沒有啦 就是那種模仿的 那還好啊 對 有沒有別身體的某個部位 被襲胸啊或是摸屁股 是偶爾會遇到 對 所以這個時候 宣傳人員就很重要 他們必須要這樣子 整個這樣圍在藝人旁邊做保護 真的嗎 上面需要這樣嗎 妳要滿有力氣的 那女生怎麼辦 等他也可以 妳也要拚啊 一定要定要 而且我可以一次推十個 二十個 出來 你要叫他推誰 我看他表演 還是在大坡王姐 一定要當藝人喔 好 然後王姐明是歌迷 要摸妳 好 預備 走 我好喜歡妳喔 我要推妳 妳給我的皺... 妳給我妳的皺度會好少喔 妳太用力了 妳太用力了 很難擋耶 怎麼辦 妳哪擋得住啊 沒有瀑布這麼大機的對不對 沒有 我跟妳講 沒有 這是女生 比較吃虧的地方嘛 對 上面就擋得住對不對 因為人都很多 女生擋不住的啦 因為不會只有我一個人... OK 我不知道為什麼一直把余琴叫出來 我覺得他做動作好有趣喔 我怕他... 對不起 他很起勁耶 有活力 對 他算是動作 還滿多的一個宣傳 掛了三個牌子 第一個牌子寫著水果 妳以前是賣水果的嗎 不是 是提水果籃去跟製作單位道歉 蛤... 為了什麼事 就是... 那時候帶藝人 然後有一個... 就是... 圈內很資深的一個藝人 一個男藝人 然後他... 男歌手 幾個字 直接講他名字沒關係啦 好 就齊琴啊 小哥 妳帶過齊琴啊 我在想法過 他... 他很容易遲到 甚至有的時候就是不到 因為他... 常常在製作期的時候 他會飛到美國去做音樂 然後等我們安排好通告的時候 他可能... 臨時耽擱了 他就回不來 但是... 因為我們事先都不知道 就以為說他可能上飛機了 所以我們就會打電話 在... 前一天的時候就會打他問 明天的通告 問他助理說他上飛機沒 然後他助理說 飛機有他的名字 可是... 還不知道他上飛機沒 所以我們就開始等 等到晚上 確定他沒有上飛機 我們就開始看明天早上的 然後明天早上就開始等 看明天下午的 下午再開始等 沒有再看晚上的 所以就是常常因為... 因為... 找不到他嗎 最後單位開天窗 所以我們就要提水果蘭去道歉 水果蘭是一個傳統是不是 不然妳... 妳要提奶粉也可以 蛋捲啊 海牌啊 對啊 這感覺好像去醫院看病 所以果然我覺得不太適合 妳覺得整個花圈比較好 請吃飯吧 我覺得請吃飯 對啊 絞金 有歌迷要挑我的絞金 對 之前報紙有登過這個新聞 真的啊 對 就是... 所以余青也是一個... 一介明星就是對不對 他有遭到那個啊 生命的威脅 妳當保母當到上報紙 我是狠角色 就是因為剛剛妳 對我們做這些事嗎 就是把歌迷拉開就對了 都有 因為那些女生其實都很瘋狂的 有時候會傷害到他們 因為像有時候他們拉扯 像牛奶的耳朵就被耳環整個扯掉 從耳朵上面整個扯掉 連肉就開了 對啊 那就是會受傷啊 所以我們很嚴格的控制現場的秩序 跟你不能握手 或不能上台拍照 像我不知道小孩子知不知道 歌迷上來拍照 那個閃光燈你會眼睛很不舒服 對 你會整個花掉 可是這些東西 歌迷不曉得 他只會覺得說 為什麼不可以拍照 屌不屌啊 工作人員了不起啊 他們會覺得說 我們是靠他們 靠他們這些衣食部 不然我怎麼會有工作 對 他們會這樣覺得 真的嗎 有人講過這種話嗎 那個我的黑函裡面就有 因為有歌迷投訴我 然後就寫黑函 寫了以後就罵很多 妳狠到被歌迷投訴 還有畜生啊 罵我禽獸啊 妳被罵過最狠的是什麼 就是罵 罵我們是 所以妳最嚴重的威脅是被 恐嚇要挑斷妳的腳筋 對 然後說什麼 我在明他在暗啊 叫我小心點 那妳那陣子應該很害怕吧 其實還好耶 還好 我就覺得 妳覺得他們就是小孩子 對 這只是說說而已 對 我覺得還好 妳不會因此那個動作 比較小什麼 沒有啊 常常這樣一揮 就很多人胸部都摸到 如果春季就捏了 沒有 第三個牌子寶人 也跟陳志全有關嗎 對 這個故事你應該也知道吧 知道 應該大家都知道 就是有上過報紙那一個 對...我覺得這是台灣的 經濟史上非常悲慘的一頁 什麼故事 妳看那個寶人那個寶 拆開來是什麼字 人呆人 人呆人 對啊 就笨蛋才會做寶 對 因為陳誠 剛來台灣的時候 他只有...他是... 龍軍是他唯一的依靠 OK 那他辦所有的東西 不管是買車或者是 車子 所有的寶人都是龍軍 這是公司要求的嗎 沒有... 龍軍自己願意 對 龍軍是單方面的 妳還說妳不愛他 基本上因為他是外國藝人 那我要簽他的話 基本上我要幫他辦工作證 那所以為了他 我去申請了一個經濟公司 那是我自己開的公司 天啊 然後為了他的工作證的問題 因為其實我之前帶過吳大偉嘛 有同樣的問題 所以已經很有經驗了 所以做陳誠誠的時候 我就是做了一個這樣的動作 那其實我不是真的人呆啦 可是在那個局勢 因為我們那時候在中天錄影 一樣是在中天錄影 然後他們說辦這個信用卡 外國藝人需要有保人才可以辦 那他也很肥 銀行直接找到公司 然後Live節目等著他上場 那他就...他要求要有一個人 簽這樣的東西 我說了我不簽啊 可是他翻臉嘛 他就說... 他就說難不成我會害你嗎 對啊 對 他就這樣一句話 那... 簽也沒有什麼好擔心 因為老實說做明星的人 付信用卡總是付得起的啊 對 因為你不會想說他會出什麼皮啊 對 所以在那個當下 不能算人呆啦 而且... 你就等了他 人家都在等著他上台啦 對 所以就簽啊 然後就出事啦 然後就被人家罵人呆啊 那你現在出了多嚴重的事 他刷爆兩張卡 一張四十萬 一張二十五萬 那二十五萬的那一張 他自己填我當聯絡人 那因為是聯絡人所以沒事 那保人的那一張就是四十萬 那其實就是賠囉 所以你就要幫他付那四十萬 對 對 這點是我們在處理這件事 已經過程當中 比較不能夠諒解 因為我可以直接講 因為是匯豐銀行 因為匯豐銀行是個國際銀行 他有海外部 他直接針對龍軍 他沒有透過任何關係去找陳志誠 那這筆錢龍軍把他還掉 但是比較誇張的是 我們因為要找他 找他出面解決這個事情 他跟新加坡的記者說 是龍軍欠他錢 所以他刷這個卡錢 就等於還他錢 但事實上不是這樣子 然後呢 然後我們就聯絡到 那個新加坡那邊的記者 就說要大家就是通電話 然後把這件事情講出來 或怎麼樣 那他跟那個記者說 我跟他是一起的 所以意思就是說 我跟他是同樣欠他錢的人 所以那這件事情在新加坡就 你也被歸類為欠他錢的人 那這件事情就 在新加坡就沒有爆開來 他事實上其實不是這樣 是他蓄意 他走之前 一直包括他到剛回... 因為他已經打算不回台灣了 然後他到新加坡 把這個卡刷爆 額度只有40萬嗎 所以已經是極盡所能的刷了 對 不然我倒覺得還算客氣啦 40萬 40萬 可是莫名勉白麻煩耶 不是 這個... 我們兩個如果有那個 到那個交情的話 4萬塊我都覺得太過分了 有種被被叛的感覺 你怎麼可以這樣子呢 不能這樣子的 了解吧 對啊 而且你是個公眾人物耶 Simon 這種事情應該怎麼... 就是如果你的藝人叫你簽 你就不簽 我覺得藝馬歸藝馬吧 那你基本上 你藝人平常你就要跟他... 我想不管在聊天的溝通上 你就應該有這種觀念上的建立 對 你跟他再好 我覺得像這種東西 我覺得還是... 金錢上的往來應該不行 有沒有藝人跟你借過錢 跟我借過錢啊 應該他跟藝人借吧 沒有 宣傳應該可以跟藝人借錢吧 藝人應該把這當成是 需要的一個... 可是你這樣會混淆啊 你借錢的目的是什麼 就是花他的錢啊 不行嗎 他賺那麼多 為什麼不可以花一點 你的心態很不健康耶 可是他也是付出努力去賺他一個 對啊 也不能因為賺得多 就莫名是要給你的錢 不是因為他今天賺得多 你就應該會 我覺得那邊那三個人 都沒有辦法偷我一票嗎 我覺得有時候不是借 你會很自然的就是幫他付 因為像... 電錢 對 電錢 因為通常我們是跟公司報賬 可是有的時候 你會發現你根本沒辦法報 那難道你再跟藝人拿說 我剛剛幫你買了150塊 就餐廳吃飯 你總不能跟他拿錢 公司可能規定你這一餐只能吃100 對 而且因為我們現在帶的年紀 都還滿輕的 可能剛...可能一畢業就踏入這一行 他們根本沒有生活的... 經驗 沒有生活經驗 所以也沒有存款 那一進這行都苦哈哈的 我們都還比他有錢 其實因人而異啊 像我 不管大小錢 我都不會讓我的... 一定自己付 對 我一定... 不管吃飯或幹嘛 計程車錢我一定先拿 可是你知道明星 如果一畢業就當明星 他說不定不知道 世界上有這些事情 他不知道吃完飯要去付錢 他們的工作就很重要了 教他們對不對 榮君 你現在覺得這個是 保母生涯原是夢嗎 很傷心嗎 其實有一點失望 因為我帶他帶了五年 可是... 五年真的算滿熟了耶 對 可是其實我不希望說 因為這樣一件事 因為我到現在 其實我都還覺得 這件事情搞不好是 他卡被人家倒刷 你還在輕微地信任他 我也很信任汪建民啊 我是怎麼樣 我把你刷爆卡啦 那如果陳之辰打給你 給你道歉 然後請你再簽他呢 其實我還真有點這樣子的幻想 我覺得如果他今天告訴我 他有什麼樣的困難 然後比如說他今天把卡刷爆 在他一時物質欲很重的時候 把這個卡刷爆 然後現在他沒有工作 他沒有辦法還這個錢 他如果先說 其實我是願意做這件事的 就是... 因為我覺得大家是革命情感 今天不是說我是你老闆 或你是我老闆 就是我們是一起做一個事業 互相再賺錢這樣子 互相靠對方再賺錢 所以我覺得可以互相幫忙 可是我覺得如果五年下來 他是用這種態度對我的話 我真的覺得其實有點失望 是滿失望的 你現在算退出保姆界了嗎 現在還是做演藝經濟 但是就沒有自己去帶某一個藝人這樣 其實有一點點受傷啦 OK 對 你覺得這個工作可以一致做下去嗎 我覺得可以 真的啊 其實前途還滿無量的 也許一開始宣傳 然後最後可能做到主管 然後可能接下來 真的可以自己開公司千億人 當經濟公司的老闆 對 是...Simon 這是你的計畫嗎 就是將來要自己當經濟公司老闆 有想過啦 但是當然同時 你可能也會想到說 有一個很穩當的大公司 當你的背景 當你的靠山去執行 其實也是滿愉快的 因為畢竟現在的社會 現在環境啦 獨立的經濟人 其實是滿吃力的 對 余晴如果不當這一行了 就可以自由戀愛了嘛 對不對 現在也可以啊 這問題有陷阱是不是 陷阱很大 但是就一直到藝人啦 對不對 所以就會跟圈外的人 那就只好搭尊龍巴士 跟到台北 在鐵門外面 天啊 妳要一直做嗎 目前為止 因為也沒有其他工作可以做 OK 從來沒有哪一刻是讓妳累到 想要打退堂鼓的 常常 真的 常常啊 那什麼事情把妳換回來了 就是...成就感 看到他們越來越紅 或什麼節目順了我們的要求 或者什麼 成績很好 所以西里 今天最後如果看電視的人 真的有想要借著這個工作 接近明星的話 妳覺得我們是不是很應該鼓勵他們 我覺得是應該鼓勵的 因為他們確實就是比 一般人可以接近明星 是 而且就算妳不喜歡 妳現在帶來這個藝人 也許下一波妳就會遇到 一個妳喜歡的藝人 而且真的也是有經紀人跟藝人 結婚談戀愛的 也是一段佳話 所以妳抱這個夢想 是有可能成真的 妳以後會不會對妳的保姆好一點 我對我的保姆很好 妳進來... 妳進來跟大家解釋一下 妳現在在這個頭語氣 轉什麼轉嗎 我叫她只是為了效果 偶爾會講得誇張 但是其實我們感情是非常好 對... 付出自己的心力 為對方服務的人 其實每天回到家裡 夜深人靜的時候 心中都會充滿了怨怼 踹空氣 然後想說 去死吧 那個人 所以今天我們抗世來 要主持一次公益就是呢 我們讓這些平常被欺負的 專門服務別人 卻被踩在敲底下的人 得到伸張正義的機會 我們歡迎這三位可憐的助理 韓經紀人 大家好 歡迎 他們... 被他們服務的主持們 依然大啦啦坐在前方 好像沒有事情一樣 殊不知我們第一個動作 就是要伸張正義 請跟你們的助理兌換座位 換 憑什麼你們有靠背耶 幫助理的腰不會縮起來 好 終於應該很久沒有 坐在別人後方了 很久沒有 對啊 感受一下腰沒有支撐力的感受 他應該會漸漸的彎下來 好 今天呢 小鐘是陪大雄來的 那他其實跟大雄兩隻 已經結了很久了 結了很久了 其實我現在算是成績還不錯 如果他不是當我助理的話 剛剛是發表感言嗎 小鐘我不懂耶 你一直覺得他不好 你幹嘛不直接把他File掉 有一個重點 他是公司指派的 要File他是要經由憲哥的同意 所以我沒有這個權利啊 所以憲哥在整你耶 好可怕喔 像女鬼拉一個墊背的一個樣子 你知道你在講話的時候 大雄都沒有在看你耶 他...我... 因為一般我跟S講話 我們都會互相看對方啊 很少說他講話 然後我望著你的 這個很少見 很少 這不會沒禮貌嗎 他喔 我跟妳講 他之前... 他現在有做做客人在看 沒有 他之前更沒禮貌 我是因為訓練他到現在比較有禮貌 因為以前就譬如說我們... 譬如說通告一開始會見面嘛 那一般會習慣都說 鐘哥好 類似這樣 從來都不會問好 就看到就這樣 不會吧 你問他是不是真的 我沒有騙人的 我一早上跟我處理一間吧 他就會說 然後立刻說 這是今天的腳本 然後他就這樣 然後是咖啡 你一定要態度要很尖飛的 打一個舞蹈戲畢練 而且他說個鐘哥 鐘哥...鐘哥早都有點... 就打油了 還就有點說不大出口 怎麼會這樣 所以你心中不認可 他有鐘哥的地位是不是 不是 是因為可能就是覺得 好像每天都要見面 然後每天就... 都叫鐘哥好 感覺起來會比較陌生的感覺 因為剛才其實三位 要穿上紅背心的時候 只有大雄就一直抗拒不穿啊 大雄最近的英雄事蹟之一 就是又把小鐘的一個 還沒有徵循你價錢的業務 就給退掉了 對 他是主動聽你報價 都沒有問你嗎 有 問過我 因為他本身 在這個行業算是比較資淺 而且那個東西是類似 購物台的一個廣告 類似這樣的東西 就是要到日本去拍啦 是 然後他完全也不懂 一般要怎麼樣... 怎麼樣抽錢啊 然後一開始要... 這廣告要怎麼談 他完全不懂 然後我就叫他去 稍微深入一點 他就... 怎麼可能 這就對我發脾氣耶 講話被我還大聲 我說你現在是要吵架是不是 我已經講出這樣的話了 可是是不是你一開始 語氣就很刁滿 我沒有刁難他 就算是... 熊哥耶 我幹嘛叫他熊哥啊 因為彼此要互相尊重啊 你的愛熊哥我建議 請問S 如果是你的助理 幫你端邊邊水過來 你會說謝謝嗎 我一定會 我也一定會 姬姬會說謝謝 我一定會啊 漢典不會說謝謝吧 沒有...我都幫他拿水啊 我都會拿給你 因為他現在仗著自己是來賓 已經不能了 沒有 我... 就剛才我跟S 兩個人在搬這些板子啊 整理手機的時候 他裡頭... 他就攤在椅子上 這樣子人眼看著 不能這樣子喔 這件道具都是我跟昌永哥 自己搬進來的 不是 因為我去搬也不方便嘛 所以我們還是為你 準備了一個道具耶 怎麼樣 來 小意思 幹嘛 我現在已經是指使不動你了 是不是 沒關係 這個架子就撤掉了 我站這裡就好了 對 好 我們換一下 換一下 換一下 沒一點可以打開 這樣大衛不是很為難嗎 那你跟我們來聊大衛這個人吧 算了 我也不想... 對 大...你今天真的是 以主持的身分來的喔 不是啊 其實... 因為他們都是做... 大衛有在服務你嗎 算...他是...他教我很多東西 但是我很尊敬他 我都教他大衛哥 他教你什麼 一個最明顯的事情 你又要做你教育者的主持 真的...他教我一些主持的 一些風格跟方式 你的風格是什麼 就是上次我訪問盧廣仲有沒有 那種方式 對 大家都說很老派 然後我就覺得奇怪 為什麼我這麼老派 後來回去想一想 譬如說有時候 晚會在主持的時候 我們歡迎董事長 然後董事長要走上來的時候 你不能讓這個場子空掉 就是他在走路的時候 你還講說就是我們董事長 非常的英明喔 所以呢 這個我們的業績 才會蒸蒸日上 這個康熙公司 可以說是職業界吃牛耳 他可以說是運籌帷幄 其實你當董事長夫人 你現在恭喜他上場 你從這邊上場 好 那我覺得今天非常重要 就是我們要歡迎呢 我們這個公司呢 非常重要的一個人物呢 就是我們的這個 康熙的這個董事長夫人 掌聲歡迎 董事長夫人啊 非常的辛苦喔 可以說真的 運籌帷幄 這個... 是... 真的是非常漂亮 對...運籌帷幄 這個... 決勝千里十萬 很漂亮... 掌聲鼓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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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看 董事長夫人多麼親民啊 你看多麼親民 你看看 手上來可能還需要半個小時 非常的親民 有沒有 沒有... 我很少看到一個董事長夫人 可以跟這個同仁們 打成一片 你看看 你看他有多少話可以講啊 沒有... 沒有指揮 他指揮很少 運籌帷幄 決勝千里十萬 對 千里十萬 然後就說你很受歡迎 然後就諷刺你說 你大概還要半個小時 才能用受歡迎 明天是好話嗎 是好話 你嫌我動作遲緩 沒有 就說你跟員工打成一片 所以你是說大衛教你 就是空場的時候 你就要用畫墊滿他的人 不錯 就盡量填滿 不過你可以主動去牽他啊 把他帶上來 對喔 菁姐 你好會主持喔 等一下 菁姐 你那一說 你不教的話 就有人不知道可以用這一招 對不對 因為通常董事長 他們都會走比較緩慢或什麼 你可以自己去迎接他這樣 好 那看點你去迎接 看看這個董事長夫人 看他要不讓你迎接上來 好 那現在非常重要的時刻 讓我們用最熱烈的談判 歡迎董事長夫人 歡迎夫人... 董事長夫人 他可能稍微有一點害羞好不好 稍微有一點害羞 來 董事長夫人 我們才上起好不好 董事長夫人 我們才上起 董事長夫人 董事長夫人太熱情了 你看看有沒有 把大家當成朋友 大家都是一家人的感覺 大家都是一家人 董事長夫人 我們才上起好不好 董事長夫人 好不好 董事長夫人 董事長夫人 你很難逮捕我 他覺得 董事長夫人 我們台上請之外 你有講什麼話 你為什麼要台上請我 為什麼要 你知道我跟大家打個招呼 為什麼會不會 你會不會 你會不會 你會不會... 為什麼你不是真的請他 因為我如果真的請 我就真的參住了 我就會請他 你為什麼一直這樣 你太好意思摸 我一下 你們真的要去一次 汗點在校園的場面才知道她 她說她一個人的牌子數目 就大學生舉牌子的數目 超過當場演出的 加上江美琦 四個人加起來的牌子 沒有她一個人的牌子 真的還假的 而且重點是 她的星光三少的牌子是用手寫的 她的牌子是LE 就還有燈光會跑的 真的嗎 這麼紅喔 沒有 那大概一年前 現在應該不止 一年前星光三少的牌子 現在應該不止了嗎 現在是不止嗎 萬一我... CeeDee 如果我們兩個 跑去校園跟她同台 結果她的燈還是比我們多 我不敢 因為我覺得我們兩個 如果跟她去校園 我們不會有像她那麼受歡迎 你會是真的嗎 你會是真的嗎 你應該要說不敢當... 然後你猴 你在那邊什麼 你就有一個說情 而且很妙的是 台中市的副市長 是蕭副市長 還跟陳漢典要簽名 我真的很喜歡陳漢典 我才更嚇了一跳 她拿脫下背心 陳漢典幫我簽名 我...我傻眼 我們很久沒有看到你了耶 所以你有新的才藝吧 我才會看到你們兩個 不要一直抬告她 可是聽說小鐘呢 每變一個魔術 大熊呢 就要露出讚賞不已的表情 這個也很困難嘛 可是它很多魔術都很陽春耶 什麼陽春 大型換術 你就一直把那個 排從嘴巴拿出來嗎 因為我只會這樣子嗎 所以你今天可以展示一下嗎 人類在地球 地球因為有吸引力的關係 所以人不可能漂浮 我現場在... 你會漂浮 我最會想看這一招耶 你真的會漂浮嗎 走... 來拍我的腳 導播 拍我的腳 腳跳... 腳跳 預備 真的好高喔 謝謝 謝謝 有拍到嗎... 有拍到好不好 謝謝 我們節目是... 我太讚了 我們節目是不能打你對不對 那個怎麼能夠過 那漢點現在就做得出來啊 真的嗎 你飛起來看看 導播...戴腳就好... 戴腳就好 來 也飛起來了 好厲害喔 好厲害喔 大威要現在... 漢點好棒喔 好棒喔 我們兩個要舉飛 雙人飛行 好 雙人飛行 坐穩喔... 來 拍腳... 1 2 3 太厲害了 飛不起來了 我雙人飛不起來了 沒有 我今天要脾心而論 小鐘哥飛得比較高一點點 真的 沒錯 你這個精神就對了 對 你講話感覺比較誠懇耶 大威是一輩子在講 太假了 太演了啦 大威 真的喔 你把購物台那個弄丟了 沒有...我想可能是要澄清一下 是因為我剛剛好前幾天 有接到另外一個Case 那他的那個額度 可能比這個預算還要再高 真的嗎 兩 三倍 他一直在拿假的比 你怎麼想說你從上來 你怎麼想說你從上來 他以前跨年的時候就這樣啊 對啊 什麼都沒接到 什麼都沒有啊 對啊 就說五個縣市要找我去跨年 你只有一個都沒有來跨 自己跨 自己跨 不要再用這種理由騙我了 我在想說剛才你講的這個 購物台的事情發生了 經過是什麼 就是一開始 他有來尋過你價錢對不對 然後你幹嘛跟他吵架 說你這什麼關係 第一個 他不知道該開多少價錢 那他有問你嗎 他有問我 那我也沒有經驗 那否則我找經紀人來幹嘛咧 我說你該去問公司嘛 公司的人也不大清楚 問問別再上過節目的人的價錢 我就說那你就去問那個 菁姐的那個...的經紀人 他會比較清楚 因為他有做過這種購物的 這種廣告 清清楚楚嘛 或者是哪個各方面 我說你要清楚怎麼... 整個條件 整個規矩之後 再去跟人家談 否則你到時候被人家呼嚨了 你也不知道 因為我們...我們起碼譬如說 菁姐譬如說開多少 我們起碼人家的三分之一 或是多少 你要有一個底在心裡 他完全沒有 就在跟人家那邊瞎談 那他開的是偏高還是偏低呢 我覺得差不多啦 對 以我的身分 那就因為談錢啊 那後來後續 後續好像也是有一些問題嘛 對不對 對 因為後續好像是因為 廠商那邊也可能 有一些預算的方面的考量 就你報太高是不是 沒有... 就最後我報出去的預算 其實是已經有 跟所有人很多人請教完了 對啊 那...好 曉忠 你希望他怎麼樣 如果大雄報了一個兩百萬 然後廠商說 我們只有一百萬的預算的話 你希望大雄就說 那我們也可以再繼續談嗎 當然啊 一百萬你就接了 不要把錢往外推嘛 而且是到日本去拍啊 我覺得到日本我還滿想去玩的 你就會想... 你就會想... 便宜就對了 對 大頭... 那你示範一下 如果說 你要跟小S談 然後你報了一個兩百萬的價錢 你報給他說 基基要兩百萬 不好意思 因為我們公司就是拒絕價碼 那是兩百萬 兩百萬 還有一個電信人 謝謝 不好意思 妳是哪... 妳是哪裡的廠商啊 妳怎麼會有錢 對不起... 我私人的情緒 我見到錢 不好意思 我們公司 真的是只有90萬的預算 那... 我可能要再... 就問一下公司 可是因為我們這個公司 會下很多的預算去打廣告 我相信他接到的話 對他的曝光量有很大的幫助 對啊 就是基基雖然只要90萬 可是基基的形象 會一直出現在頻道上 而且會讓他著女裝出現 這是假封啊... 好的 那我會先承包給公司 然後我會盡快與你聯絡好嗎 可是我們今天下午就要做決定 好 那我會盡快就是 趕快跟你做聯繫 還是我按保留 你再趕快去問一下 等等... 好 再保留... 趕快去問... 趕快去問你的藝人怎麼辦 穿女裝OK啊 雖然違背妳的本意是不是 只要穿女裝我都OK啊 對 還是不穿也OK 那個價格OK就是 我覺得應該可以看他周邊的效益吧 對啊 如果是很加分的 就是我會願意 好 等到他回來回妳的保留 已經在接了 可是我們預算已經掉到15了 阿維 你好 因為金融通報剛剛發生 真的不好意思 因為我們現在立刻接到消息 我們日本的分公司倒閉 那還在一起 對 我們台灣還有在營業 可是老闆就說 現在真的只剩下15萬的預算 不知道你們還願不願意 那沒關係 不如我們就下次 可是就如果他要穿男裝 我們也OK 一山均衡 15萬真的不行喔 就覺得落差很大耶 真的嗎 可是現在這年頭能夠賺錢 15萬耶 對 讓他化差 小鐘可以穿女裝 小鐘可以穿女裝 而且會打上創作者小鐘這樣 只有五萬塊 可是就是用妳的配樂 可是之後有可能 幫妳開一個演唱會 當然接啊 一百人的 對... 對... 我覺得我看周邊的效應 就像GG講 如果有周邊效應 我願意接 或者是大場拍的 所以五萬你願意喔 而且如果歌又是你自己唱更好 你現在如果在這邊說 五萬願意的話 你以後接不到十萬以上 我一個活動都不只五萬好不好 所以你們碰到對方一隻殺將 他們是真的會回來跟你們講嗎 他們會回來跟我講 說到底問我底線在什麼地方 然後他去談之後就搞砸了 就是沒了 你會不會覺得 他其實沒有好好用心談 我覺得會 像有很多廣告 我就到最後 我那天跟他發譬如說 你不要再跟我講什麼 有廣告來問多少錢... 你到現在有幫我接到一個廣告嗎 沒有 因為我覺得那都有廣告喔 很多啊 我跟妳講 他最少問過五個廣告了 五個廣告囉 價錢已經...那個... 已經被砍到劍骨了 到最後還是沒有玩 我就很想知道 到今天我今天很想問你 為什麼到最後 你都沒有繼續去追呢 一個今年是不是應該 一直去追下去呢 他就是要人家來主動打給他 我說你是不是應該要去追呢 所以你是像大爺一樣 坐在家裡等電話來 你有沒有去追呢 其實我就是... 幾乎大概每個禮拜 都會再跟他們恐慌一次 說那客戶那邊是在的 對 我的經紀人是隔天就立刻打 他是一個禮拜才去打一通 那早就沒啦 他不積極啊 可是... 好 小鐘 你是不是沒有承諾大雄什麼好處 比方說接到一個廣告 可以讓他得到什麼獎金之類的 我為什麼要給他獎金 他為什麼要去追 公司會付給他錢 然後他現在又不是我個人的助理 大衛 你覺得這個 怎麼樣比較合理 這部分的話 如果有獎金 是不是比較有工作動力一點 是啊 可是 像我沒有工作獎金 我一樣很用力在幫我做藝人 拉廣告進來 你那個票給我兩張喔 我要去聽你的演講 可以做...請做 不好意思 小鐘 你沒拍到廣告嗎 從來沒有 這幾年爆紅之後 有很多來洽談 沒有一個談起來 可是你這才有代言到整形啊 那個不是大雄幫你談的嗎 整形是大雄幫你談的 什麼時候他主動去幫我談到東西啊 他會幫你去把那個整形的價錢 殺得很低很低 你聽他自己講吧 你還真敢講 整形不是你談成的嗎 沒有 其實應該是說 對方主動有膽量來詢問說 其實也是S級的幫忙啦 對 然後... 肉鬆 你說我一直羞辱 對 你說在那個康熙來的 就是你說我的臉也很鬆嘛 對啊 然後之後就是有很多診所 來找我 讓我來跟他合作 那我們就是從可能幾家 就是廠商裡面 然後挑一個可能品質比較好的 那當然就是 廠商那邊當然也是會有一個 預算在嘛 就是不可能就是整個就是可以讓你 免費做... 對...做很多什麼東西 對 那我就盡力去爭取說 可以做到多好 你談到最厲害的是什麼 可以帶家人都免費嗎 沒有啊 倒沒有啦 這倒沒有 那他就十年內都免費嗎 什麼都沒有啊 可以做後續啦 做後續 就第一次然後很貴 然後後續不用講 不是...就是... 他真的什麼都沒談到 他真的什麼都沒談到 他真的什麼都沒談到啦 可是他的照片 會被診所拿去做廣告嗎 不會... 不會啊 只是會電視一直播 他們都播到 就我們要比賽幫他們的明星 照顧到什麼程度的話 聽說呢 大頭背了一個很重的包包耶 他包包超... 包包可以讓我們背背看嗎 內容物都是需要用的東西嗎 才真的都用得到耶 然後真的是比... 可能比別的男生背的都重了嗎 都還要重 我從來沒有看過 有任何助理包包那麼重 他超像小叮噹啦 因為我只要每天一喊肚子餓 他就會開始從包包拿去 是這樣的東西 他肩膳小包的 肩膳小包的 很重... 而且裡面還沒有我的東西耶 好重喔 我想應該是... 應該是戰地通訊設備吧 對啊 還要法羅斯密碼 對 就全部都是我的軍骨啊 這都是為妳準備的東西嗎 不是大頭自己的東西 應該都是為我準備的 有些是 然後有些是公司 裡面有放啞鈴嗎 然後最重的是什麼啊 大頭 吃的吧 然後擦的 有時候還會放水 放水 這都是正常的東西啊 對啊 那為什麼別的... 別的人沒有這麼多... 這麼重的 因為它超多那種老人的藥膏 就有那種就是拿起來聞一聞 然後擦兩個 它什麼格式都可以 對 而且它化妝品整套配備 就是戴得超完整的 所以裡面都是要給你的嗎 就是它很... 隨時會注意我的妝 它會幫妳戴著生理用品嗎 也有 生理用品 它會幫我戴安全褲 安全褲也有比較多重啊 還有... 我也不知道耶 對 就這麼重 就零食啊 糖果啊 餅乾啊 超多的 還好啊 還好 你也這麼重嗎 沒有比小鐘哥的輕 真的嗎 沒有 因為我常常會去健身房 我裡面會戴一些衣服 所以大雄你也要幫小... 我覺得很重耶 你也要幫小鐘背包包嗎 有 就是我的 還有小鐘哥一起背啊 藝人可以要求你們 出去幫他們買吃的嗎 他很貼心 因為其實我不太吃東西 然後... 因為我習慣工作前都不吃 然後他就很擔心就是我 胃會不好 身體不好 所以他每天早上 如果有很早的通告 他都會自己默默的買早餐給我吃 這還不錯耶 對 他超貼心的 真的 大雄 大頭 差一個字就天壤之別 看來這位大雄先生 進步的空間還很大喔 記得虛心學習 積極確認進度 才能把握賺錢的機會 不曉得觀眾看完這一集 是否也有幻想破滅的感覺呢